1996年的某一天 34岁的周星驰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一夜白头 他对着镜子无奈苦笑 原来压力真的会让人青丝变白发 1995年 他跟刘正伟合作的电影《大话西游》票房惨败 直接让自己成立的星采电影公司亏到破产 刘正伟心有不甘 就拉着他拍摄的电影《回魂夜》 结果票房只有一千多万 周星驰被说江郎才尽 刘正伟也成了烂片导演 两次失败浇灭了刘正伟的雄心壮志 远走到加拿大 暂别香港影坛 但周星驰却不肯服输 巨大的压力和创作过程 让周星驰一夜白头 可他没有时间哀怨自怜 他戴上帽子走出家门 天长还有人在等待自己这个主角 香港影坛也在等他这条咸鱼翻身 说出去的是故事 留下来的是人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杜故事会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电影《时审》里的幕后故事 1996年的周星驰被拉下神坛 他迫切地需要用一部电影来扭转局面 但却找不到创作灵感 某天周星驰在饭店吃饭 一个厨师模样的人朝他迎面走来 这个人就是香港四大名厨之一戴隆 他曾经用5000港币的天价 卖给赌王何鸿燊一碗蛋炒饭 这件事轰弄香港 也让戴隆名声大噪 从那之后 周润发张国荣等众多明星大伴 全都成了戴隆饭店的常客 可他却越来越郁闷 香港是个偏向国际化的大都市 这里有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 在这种环境下 人们的饮食口味更加偏向西餐 但在戴隆心里 中国菜才是永远的神 所以他找周星驰商量 能不能在电影里加入美食元素 用来宣传中国菜 此话一出 让周星驰来了灵感 他跟戴隆一拍即合 明确分工 周星驰写剧本 戴隆负责提供跟厨艺有关的所有素材 一个关于食神的故事 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感谢戴隆 周星驰让他在电影里 客串了能做出皇帝炒饭的厨师 这段戏 也与戴隆曾经卖给赌王的那碗天价炒饭 相呼应 结果这段不到五分钟的剧情 直接为戴隆打开了财富大门 电影上映之后 戴隆就推出了同款食神炒饭和食神牛腩 八十元一份的食神炒饭卖到脱销 食神牛腩的配方更是被卖出五百万天价 而且还有很多导演去找戴隆演戏 那几年 戴隆一边当厨神 一边演厨神 只有晚上 才能放下锅产 安心睡觉 这些年来 周星驰捧红过一大把 向带龙这样的配曲 院雄丹更是凭借十六节 一夜成名 可他却不想与周星驰继续合作 他感觉自己在周星驰面前 就像个不会演戏的小学生 周星驰对电影的执着 也让他自愧不如 所以院雄丹最初拒绝了食神的拍摄邀请 但他的经纪人却擅自做主 接下了通告 最后呢 院雄丹还是出演了片中的算命神婆 同样是老搭档吴梦达 却与院雄丹的态度截然相反 他主动要提出扮演反派角色 从为了利益卑躬屈膝 到疯狂报复欺压主角 吴梦达光是凭借眼神 就能把反派刻画到淋漓尽致 这是达叔的一个突破 走到以后 达叔也扮演过很多反派角色 而且每一次都十分出彩 所以才会有人说 我们欠达叔一个影帝 最初呢 周星驰想让朱丽提 扮演女主角火鸡 但火鸡是个丑女 扮相土刀吊渣 性格十分彪悍 一言不合就要拔刀相向 钟丽提无法接受这个设定 就选择的戏份少 但是形象好的初恋女神 这里还有一个小八卦 据说钟丽提非常欣赏周星驰 能演这部电影 也是靠毛随自见 两个人之前合作过很多次 钟丽提还暗示过 要跟对方交往 但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周星驰只把钟丽提 当合作伙伴 而且当时 他正在跟莫文卫偷偷谈恋爱 莫文卫也豁出自身形象 担任了女主角火鸡 他的扮相 也成了剧组的欢乐源泉 每个跟莫文卫 演对手戏的人 都会笑到停不下来 有场戏是要很多人一起拍 莫文卫戴上爆牙 说话一直喷口水 佩觉看到莫文卫之后 直接笑场 紧接着大家都开始笑场 最后周星驰也没忍住 一直在笑 这些窗帮镜头 被周星驰保留下来 成了全片的点睛之笔 当初老杜还以为 周星驰在电影里的白发造型 是为了耍帅 但实际上 周星驰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 是真的经历了一夜白头 由此可见 他为这部电影耗尽了多少心血 1996年 时神在香港双映之后 掌获4000多万票房 位列当年票房排行榜的亚军位置 冠军是成龙大哥的警察故事寺 不过这个成绩 也足以让周星驰熬过寒冬 迎来暖春 新辉公司 也开始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 而且这部电影 还打入了好莱坞市场 制片方被时神里的创意深深折服 他们找到周星驰 想买在电影版权 拍摄出外国版时神 但周星驰却非常固执地提出了两个要求 首先 翻拍电影里的美味佳肴 必须是中国菜 其次 做菜的功夫 也必须是中国功夫 制片方觉得周星驰条件苛刻 就放弃了购买版权 后来 很多电影人都选择去好莱坞发展 只有周星驰一直留在国内 不断创造奇迹 很多人说 周星驰没去好莱坞 是因为风格受限 在海外没有票房 但他不是不能去 而是不想去 这一步让好莱坞刮目相干的时神 就是最好的证明 资本市场不会理解一个人 对电影的执着 更不会为拍出一部好电影 而一夜白头 如今呢 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说周星驰将来才进的人越来越多 被他捧红的演员 有了精彩的人生 但周星驰的人生 只有电影 他一直走在路上 负重前行 那些不被看好的作品 或许就像之前的大话西欧一样 也会随着时间的沉淀 绽放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我们会吃着撒尿牛丸 端着隔夜米做成的蛋炒饭 窝在沙发里一次次回味这些永恒景点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老杜 让老杜带你解锁更多精彩幕后 我们下期再见